好,我们现在开始使用BoneLayerManager了 在我们骨头还没创建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其实就可以边管理边使用 这样我们就不用整理最后一大堆骨头后 我们再回来去整理 好,像我们的StretchBone 这里是我们之后要做,拿来做控制器的骨头嘛 所以我们把它按这里小点点 就跟我们这里按M去指定一样 意思是一样的 我们就按小点Stretch 将我们的这两根骨头放到这一层 所以我们现在在Stretch的这个图层里面只会有这个 TGT 是我一个暂存的名字 是我们的Stretch的骨头 好 这样的话我们这里就可以做管理 好,我们接下来就进一步往下走 我们这里 1 3 我们ShiftD 我们开始要针对我们模型要做一些中中心点的 轴心的部分 像这ShiftD 然后Scale 我们这里模式把它改成IndividualOrigin Scale 放大 这个是我们的Root 我们的 屁股接至地板的轴心 一个 这里有人如果看不到这里 骨头两个叠在一起的话 这里我们切到 Object Data 这里 预设它这里是Texture 它会叠 骨头会叠在一起看不到 我们这里 没有的可以把它改成Wire 这样我们针对有重叠的骨头 我们就可以比较方便的观察 也比较好选啦 不然我们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根骨头 好,我们基本上Root 我们这里Alt B把ClearParent 毕竟它是之后反而要操控它 它不是他们 他们的主从关系 是不一样 好,再来我们ShiftD 往上 YZ上来 我们的中心 记录 如果要移动的中心在这 F2 Center 然后这里我需要这么大 鞠骨头把它缩小一点 G Y 缩小 好 我们这两根骨头 中心嘛 我们把它放到root 把这两根骨头放到 你要按小一点 让它记录放到这里 这样我们root关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关闭我们的骨头 好,接下来就是我 教我们的Parent的关系做调整 我们的Low跟Head 这里Ctrl P 给到我们的中心 中心再给到我们的root 这样子的话我们进到Post Mode 我们就可以用整个 整个的骨头去做移动 然后中心也可以移动 上面 下面 都可以移动我们的骨头 然后我们这里 整理好我们的骨头的群组 像我们的位移 轴心的骨头就将建立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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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得到 去 直接放开 感谢观看